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我愛做的一件事 正好之前還不會 你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遲到嗎 你老是為什麼很少遲到 那我快過不下去了 所以你們好 因為我過得很好 學文學幹什麼 跟生命有關 不是活不下去就過不下去就要聽錯 我是修行的 不會那麼想不想 這很像敬好個人的本分 好不好 其實我一直在猶豫 你說你讀到博士了 其實就這樣一走兩隻 好像那個什麼 對不起國家對你的栽培來講 國會啊 像我錄那麼多實驗秀 我也把我的本資都錄出來 可是你不愛學你不愛 怎麼樣 現在環境就是這樣 也不是光怪你們啊 因為教那麼多年 所以不是光輸給問答案 這是鬼的大趨勢 香愁是一輪不醉的奈乐 我就在想陶淵民那時候在掙扎要不要離開 對不對 蘇東坡要掙扎要不要周 desper�事啊 因為人生很容易 一輪不退者民意 民意是不能玷污的 從前有任何的瑕疵或怎樣 有些人是有潔癖的 像孟子裡頭不是說我甚至十幾年嗎 像我跟你們這段關係門來講話也許就很客氣了 我還有上課實境秀上課都跟你們很客氣 對不對 可是我實在無法想像 為什麼你們做得那麼差 才可以把國恩當不當一回事呢 是不是 那也不在乎自己的文筆到底好不好 那你們來這裡到底在學些什麼 怎麼會有這樣那道不同不強為我 因為我的人生不能被各位干貌 對不對 我覺得今天做學生或怎樣該做怎樣把他做好 我有愧 我有愧怎麼辦 我以後還想往生天堂和別的世界 做夢那誰叫迷信 實施你 不過話還太早 其實對他講我不交流也不一定有 希望他 因為我打的路算滿是嗎 因為現在缺那麼少 應該不會收到所有居料的資料 我再撐個一兩年嗎 上一次另外一班同學說 老師那你不交了 你不交了要去幹嘛 我去做保全啊 中文博士不能做保全 可以過日子吃了要飯就好 問心理會 再來教書 我教的你們也不吸收 對不對 那我幹嘛這樣這個呢 這是誤人子弟 你看第一卡不是也有講嗎 我也在考慮過你 我也很怕的 是不是 誤人子弟這個最我可當不起 你看我為什麼從物理組長轉到博文系 因為我愛讀博文喔 我原來是弟之間的考物理系 有沒有跟你們講 高中自然科學生 你看 社長 歷史書記 你看物理組長誰啊 不是同名同姓 因為這個東西 物理組長誰啊 你看很誇張的是這樣 到現在寫字傳 授課老師神順手拉 我不是生氣你懂嗎 不是光你哪一街都有這種人 這種環境你待得下去 陶淵明我相信你待不下去 李白漢這一輪不累的雨天也待不下去 是不是 那現在這種人還可以大放厥詞啊 我不知道你們啊 我們只是看自己有沒有真材實約或什麼 唉 因為最後你習別往會了對不對 可以講一些正經話 有些平常不好講的 人生本來就是這樣 我還要去面對 那時候老師問我說你怎麼不教啊 他怎麼講 我說該講實話 你是不是要講 那時候我為什麼回來做老師的助理啊 那時候我本來要去做人家的幫廚 廚房的那個什麼餓廚 你們有沒有聽過去北海道 混不過 對不對 所以他那一次跟他們的講出來聊得滿開心的 幹嘛 讀中文的 神主做中文 你看我師大博文器畢業的去海軍 中華民國海軍做什麼輪器耶 修飲器 不是跟你講過 文語裡頭有一句話叫君子 我氣氣是嗎 氣你也氣 沒有說我讀會計的只能夠會計 就叫君子 我中文博士就不能去做保證 就看文博嘛 那是你自己 我不是教你們如何想得清楚和真確 我自己整個會變死腦筋耶 是不是 不能說一套做一套啊 那才真的是無人指定 扯那麼多幹什麼 不是讓你聽我的故事 我只是跟你講 我是用生命在做學問 讀東西 對不對 只是這樣 沒叫你要學我參考一下而已 不要以為文學或課本他只是教師知識裡頭的死東西 命是你自己的 一百年大家都很公平 對不對 有人命長沒有人命短 只看個人怎麼樣 接下來那個行墨考 好 不要急我們還有下不急 對不對 可能兩邊就給人家三人 所以最快要明天才可能 所以不關你們的事 你看你讀上海情跟你的人生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跟我的人生有關係 你們也許是把他當成其夢好靠 我卻讀到一種不醉的理念 所以我寧願維持這個不醉的理念 我寧願有能有相承 你看我為什麼要遲到 我這幾天 最近在改定的智商 我今天作息 整個人都睡不著 你今天要掙扎 我一直在想我看他要做什麼事 坦蕩蕩 我今天出去做一個好成績 做一個乞丐 我今天做好自己的狠狠都安 對不對 而今天我做好自己的狠狠 我老師要有學問 不然 該教的不能嘗試 教了 教學方法不好 可以改進你們原本 沒什麼具體建立啊 假如真的有不好 想改進也樂意之事啊 是不是 今好自己的狠狠 可是還是不容易 因為教學的效果不是我掌握嗎 我也奉勸各位去 不要怪老師教的好不好 因為你也不是幫我這一個老師 教學是互相配合的 你們都不講 你們哪裡不會 我們要 真的一腔熱血要教你 你們有什麼辦法 那你自己悶心思慧 大家下課堂 現在通過軟體 你看我為什麼良心 這麼過意去 今天 也是我無聊 現在科技是不發達 你們科技發達 拿來幹嘛 滑手機自己爽 我拿來幹嘛 科技發達了 好啊 以前改作文就給你畫一畫 寫個幾個頻率就過了對不對 現在五次都錄實境秀 我今天就突發起講好啊 給你們作文 講自傳講評價 所以比較具體幫你改一改 比較有實質的幫我良心 這樣自己在那吶 可是這樣一個同學要花得好時間 那有時候要控制時間 就讓他掙扎到底該不該講 講了你聽不聽 太多這樣的衝擊 是不是 那講了聽 就是聽得收不收 又有意思啊 因為通常都是都有包子打口 有趣物 給你了大概過去了 所以剛剛才上去你 教學你要學好什麼 你分單方面要求老師教得很好 你要幫助老師 教到理會啊 那每個同學的知識 情況不一樣 像我做學生的時候 我做學生的事例都比各位長啊 我做到 我也不像你們 可能有些還有一些打工 我當學生幾乎沒打工 我讀完博士 我才真正才有工作 我從來沒有怪一個 有的老師上課就是小老師 在那邊課本 真的這樣 我也沒有怪那個老師教你們啊 我從當我知道那個老師 我剛剛比較會長 那我覺得不會長 只要他上課是在上 我還不知道的東西 我能學到東西 我就覺得 怎麼會有老師這樣 當然我們萬一 有一天左右老師 不能學話這樣 結果我從來沒看到 我照顧課的念 是不是 我就這樣子 跟同學講 沒有 快去鼓掌吃 我做學生的心理感覺 以前我做學生的眼神 有很多同學會怪這個老師不好 那個老師會被教 奇怪我為什麼都不會呢 對不對 可是我學的也不會比別的同學差 我才發現你有時間去怪老師 你不先去怪自己 你有經歷學嗎 你有讓老師知道你哪裡不會嗎 老師又不是神知道你哪裡有學 所以我才說你們像你們 好見是兵力表 還知道你們為什麼是在哪裡 誰好講 今天拿到你們四川 哎呀照這種句子 最後一堂多很可愛 你都不覺得很可愛 我很可愛 以前拿古早的社會 還會說你是誰教出來的 當然現在已經不是這個時代 我們還好讓國留 留在野生的時候 但我這裡可以勸自己 不要想那麼多 你先這樣做得去嗎 到底要跟你想詳細一點 還是算神器教一下 我就像各位一樣 我不敢說 我這個各位不是純粹你 相對而已 有時候可能我措辭不好 不要誤問 一般同學生一樣 對不對 反正能夠考過班的 那我也是 反正老師成績教育的出去就好 就想一想這樣的話 以後 人都要看 上帝問我的時候 我只看 這個是真的不是人 今天假如學生很好學 很需要我幫助 我要跑人 我吃了兩星刮 大家不需要我幫助 還聽不聽 還學不學 我在這裡幹嘛 我就是貪戀這個入味 是不是 你就是要這個五兜米嗎 不知道 九陽成功 其實把他當河邊瘋 那是什麼 我 就沒有我的家屬 是不是 我都在幹嘛 是不是 對你的國文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不是 四位素餐在幹嘛 對啊 你看 可以做的都做了嗎 像這個 立民留言 也沒有啦 就算你要謾罵 建議 也沒有什麼 什麼都沒有 到最後大家都疲軟下來 空白也偏 剛開始大家不是還有一些 其實只是 也分不公平 至少還會有一點 還是會不 像我前面不是跟你們講 老師好 你們剛開始來上學的時候 老師好 再想想看自己年紀小的時候 那種天真 那種道德到哪去了 開始一直沉淪墮落 你們心都按我 不按他 到不同真的不相偉毛 我們去的世界 相信也會不一樣 現在我投身在這個人是沒辦法 永遠自殺 自殺裡面自己都吃 欸你不放了 就表示我前輩子沒修好 那我以後不曉得在這款世界 說一套做一套 該怎麼樣不怎麼樣做 還有另外一套 這個世界裡面喜歡 留給你們用 哇 真的嗎 你真的會喜歡 盡我們的能力 應該是這個禮拜吧 對啊都空白了嘛 應該都空白不出所料嘛 所以不是我的神經 我還在做科學實驗 你別忘了我物語組長先生 我還做實驗 人文的實驗就在生活中嘛 我不能再提一下 現在學生都不好學 那時候我對你們的成見嘛 可是我就在說這件事情 確實不好學 不是 是我 先對你們 你們是草莓族 我沒有把你們當草莓族教 可是教了一學學學的正人 你看我最近也有一個朋友跟我聊天 我現在學生都草莓族 我還沒講這句話 人家就這樣子 講你們 怎麼辦 以後我離開了教職 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現在學生怎麼樣 你說我會怎麼做 真的是這樣 我還甚至跟各位講一句 不客氣的話 不然不亂講過 我們年初不是送走一位大使 叫李遙 睡末走金庸 不是在寫過那個打油詞嗎 對不對 金庸月才走沒走 年初三月的時候李遙先生才走 有一天 我去三加拉新書八老隊 結果離開的時候在電梯碰到他 當然就 那時候我還蠻喜歡他 我喜歡他什麼 是不是有點懲罰 可是我從來沒有麻煩懲罰 我從來他就是寫那種梗子 我也全會換 真的假的 他只好有些話很難講 就像我你看我比較鬧 我到快離職了才敢講真話 對不對 人家是還沒 對不對 人都這樣 可是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跟他打招呼 我們在電梯裡頭 只有我跟他 他就問我你什麼學校 我說我問他大家好 讓他上來可以讀音樂 爛學校 他是這樣子的人 哪一個人會當著你 按照你去那邊 我們兩個只知道這個學校好不好 他就是不會跟你講假話 很好畫 人家對你們的印象是爛學校 幹嘛我就爛了嗎 你看我寫的教材寫被灌了 還有人D咖上面就說玩笑 這個是什麼 對不對 我敢寫出這個教材 我是文化的 台大的哈佛的寫出來 你可以每個字這樣講一些嗎 你是真懂中文還是假 你學的這些文言文 會不會用在生活上 用在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說又是用生命在學嗎 國文是國文課嗎 你生活都不用國文 為什麼要叫你單字寫故事 因為生活在文字裡的小媽 有時候有些話不能思想 對不對 你看現在還有錄影 怎麼辦 我誹謗學校 我們才教你七星道好 不能躲在自己的文學世界 自我感覺良好的 人家看你就是爛學校 我文化爛還有永樂跟爛 人家比爛 那你來到爛學校怎麼按 九百爛 按下自甘墮落 可是我來到爛學校 因為這是爛學校 我就不隨便教 沒有 我今天去哈佛去台南 我還是這樣建議 求一個無愧 人事無愧 做老師該怎麼樣做學生 該怎麼樣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現在學生就像我 我不要告訴你們 我自己不就是這樣 要離職不離職的在這爛刷對不對 那你們也是要想讀不讀 其實就不想讀 所以你們不好學 想玩 那為什麼當期到底要留著讀書 好好做學生 還是讀書 或者說到底要好好繼續混下去 還是什麼 不要自己在那爛刷 這樣自己良心 第一個就是過不去不得的光 你不能腳踏 既得利益者 我是大學生 我要拿大學的好處 我又不想那個努力 有愧 一樣我喜歡拿大學老師 拿出去給人家聽 都不錯 貪戀這種融入 然後卻進不了職 我進不了職是什麼 我是認為我進職 可是幫助不了各位 你的國文我救不起來 我也教不動 我愧對這份職業 愧對這份有薪水 那我還能留嗎 流下去罪惡只是不斷在累積 吃嗎 今天又不是光靠這一堂才能吃飯 那我到底在練戰職嗎 人生很多啊 為什麼我 你看我雖然偏好文言文花 上海情也花了很多時間跟你講 人生不就像 人生大家都讀得懂 就像一篇白暴文嗎 你可以從中途 讀到多少人生的歧視 好不好 是不是 上課的時候常跟你講這種 那麼平白的文章 或者一幅畫 他為什麼用的價值 就是他給人生的歧視 我能送給大家多對不對 不管怎麼樣 反正今年走不了 就明年忙 每年我都提 等一下一定結心 大概就不會再回頭 然後能送給大家 就像上一次看那個短片 因為我也是那個短片有情方 所以我從來都嘗試了 我怎麼學就給你們 對不對 以前人家都會天堂在哪裡 必須在哪裡 很簡單 像那個老頭上 一念天堂 然後也不是什麼玄學 你想想看 今天好 各位同學讓我教學很挫敗 我就怨恨你們嗎 那我就是往利益走 沒有 雖然我講話激動 可是我真的很感謝 所以我一開頭會這樣 謝謝大家 幫我走 而且我最慚愧的是這樣 我為什麼要離職 我教不會你 可是我學到最多欸 你看上來也行 我們現在大家跟你講上來也行 是不是會對作為你們的老師嗎 結果變成我教我自己學 對不對 變成我的利益 這當然不對 好上裝職了 今天要先講 反正剛好不好意思 不過各位時間 要講的是這個 期末考在應該之前有講 科普系統有進度都是要考的 其中考考過的 然後今天就是這個 最後裝職和尼永文書信 書信你只要等一下聽我 要著重在哪些 你有掌握到都會及格 還有高分 因為是我在改的 雖然不是我出題目 那出的題型就這些 所以他自傳你要習座 就這樣百分之二十 自派一小時 你滑手幾樣 科普系統 課程進度裡頭 書信就會寫實作 書信會叫你寫一封實作 比如說邀請一位學者 到學校演講 學術演講 寫一封信給家裡報名 寫一封信你要寫出來 那他可能有自書限制 你就不要寫太多 像自傳 我們自傳習座的時候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 老師現在叫孫首生 現在還寫孫首 你看就說 你真的良心寡安 我不會怪你嗎 不是說我怪我信心 這種反應我問 我不能混下去嗎 唯有我會指責 到時候上面就問說 你教的學生到期末年年 也是伸手真伸手辣 當然我們可以試 他自己不用心 幫我什麼事 有時候 到底是你在把責任往外推 還是自己責任往身上打 那一樣你看自傳寫到現在 有些上課還算用工的同學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是寫什麼樣的自傳 你期末考一樣 要在那介紹自己什麼優點 人家是求職用或求學用嘛對不對 結果寫完了變成在 我們說自傳有三種 第三種是個人傳記事 你們很多都寫成那個 那我不對提讓他就不及格 我可能及格了嘛 就讀完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來找工作 好研究所 好短學的 不要自己已經考上觀光系來 所以我想讓他進入觀光系 那幹嘛 我們是講實用 你都一定是觀光系的學 除非你要轉學 你要讓人家讀起來 是你想要為什麼要轉到一個學校來的 這個實作的部分 再來一樣 寫作出的轉 注意的事項 剛剛就提到一點 你要讓人家知道你寫這一篇是為什麼 對不對 至少這一個要給他寫 所以他一定會考你寫作自傳 注意的事項給他寫 就像其中寶考你 注意哪些要給他真正常好 但是我給你揮納 就像九陽神功這樣揮納一些口訣 你要好掌握 然後針包括課本裡頭列出的哪幾點 當然我沒有暈性 因為我也背不起來 可是有同學真的就背得起來 我也是能給他倒數 很平安 又還很難 盡量不要十倍 你要知道自傳你還要注意什麼 比如說正正確 正確有一點就是要仔細教對對不對 不要出錯寫錯片 因為這個對你的殺傷印象分數而已扣很夠 是不是 這個他就是會在考你自傳的內容 可是書信就不會了 這兩個就佔40分 四座部分 也許他自傳是有一部分是考你 要注意 下禮拜五 這禮拜五 這禮拜五 這禮拜五就考了 我最難過的一點是什麼 反正洗背後 你知道我剛才教書的時候 發生一個故事什麼故事嗎 他說滿白熱情 然後跟學長講 有憧憬 要教書要做老師 要為恩師 就是 就想說你們如果程度不好 我也要讓你或是要你好學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學長就跟我講說 學校好像有規定 你至少沒學期要當一個 我就很不爽 為什麼要當一個王 所以你看我教你們什麼都會講到底 結果那個學長怎麼回我也知道 只有我覺得我有時候真的很天真 很白癡 其實天真也好 你看 那個 那個 陶淵明 蘇東坡 李拜 那些不夠天真的話會做這些蠢次 只要那麼人情世故的話 他們一定說 官員分通了嘛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 結果學長怎麼回答我 你不要怕 到時候一定有人給你當 結果我來教書的時候 我當的人是最多 他們說 不要當太多 不要超過十個 我一樣講到你好學 我都會盡量讓你過 重要是學習 你不好學 又考不好當那十當 對不對 那你不好 你好學 可是就是考不好 說怎麼樣至少護你一個學習也應該啦 可能有兩個學習 可是你看 來這裡大家都不好學都不學 沒什麼本日子講混過 當然只能當啊 我也不能眼睜睜跟你過 結果一當就是當的 那時候還說不能超過十個 結果我一當就當三分之一 十個 十幾個 二十個 然後變成我當對方 結果學校也沒有來怪我啊 現在爸爸好像變成一個風景 然後後來好像每多久就出個新聞說 東吳不要擋掉落上 現在可能大學知道太氾濫了 開始輕鬆的進來 那時候不是鬧過一個小孩十幾分 就可以上大學嗎 是不是有這個新聞嗎 要開始 法官要把 是不是 做該做的事 不是這個社會風氣該怎樣 那時候 跟這個社會風氣搭搭的話 你不能改變他只有自己走的 就是非常多你要不要 你不能在這個裡頭 在醫院那天講 怪人家怪神 這就是我們不對 這也是一個增長 所以希望我不知道 我是來教書將心比心 那時候做學生 我會想說老師很嚴格 比較愛當人 其實來做老師還真的是 真的除非真的變態 誰想要當人 因為你自己就會覺得自己教學失敗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責任很不在自己 不是你自己會覺得教學失敗 這都是眼睛在那裡蹭 所以你會睡不好睡不著 對不對 我會睡不著 我會睡不著 哪有時候 最近有一個故事 剛好我交一個女朋友 結果她就一直給我婚 就好像我現在的教書一樣 做人就是你只要混心無愧 我沒有跟你去罷別的名字 我對著情意 該做的我都做了 可是你還是這樣 我是無愧的 後來你看一般男女朋友 你早上知道問候一下對不對 都沒有啊 有時候一天都沒消息 這要幹嘛 甚至還把你加入黑名單 你有沒有被你男朋友 加入黑名單 那這樣我們還是要相信她是 我的愛人她愛我 她也說她愛我 就好像各位同學 你還是學生 我還是要相信你們好學 可是真的人自一丟都做完了 該走該分子之後 你不喜歡傳訊息 我也開始做婚禮修期了 就這樣你不用特別聽什麼東西 最後她給我留什麼信息 你知道我真想後悔過了她 不管了 有點隱私嗎 你可以看家人的關係 我以為我的編故事 所以最近發了上個月 我就忍住不去看她Messenger的信息 Messenger是Facebook的 她最後被我刪痛 我故意忍住不看她 最後這個月我想說跨年之後再看 去看鏡頭去的時候 你真的不理我了 然後就表天花掉眼淚 我錯了 你錯了 我無愧就好 我講這個故事跟你講 不要等到失去了 還覺得自己做錯了 有些來不及 像我們修佛 修宗教的也是 做一輩子是難免人非聖結識的那種 我做錯了趕快懺悔 要反悔要改進 過去的當然就不回來 可是人總是從這樣覺得要邪惑去 不要再擁有的時候不珍惜 等到失去的時候再來反悔或怎樣 那都維持一個還不把握現在身邊有 我想這個 除了我們國文客人 你不是逛上我的客 你自己的客也是 還有你碰到的老師 對不對 我剛剛講了多少 都是我過來的經驗 當你現在會再去怪哪個老師不好的時候 你這樣看你又多好 為什麼不去想說 你到底學到了什麼 除非你去跟這個老師講 我這裡不會或這裡不好 你很好學這個老師不理你 真的是這個老師獅子 不想這種變態老師應該不會 可是你自己想 你有常常去煩你的老師嗎 去請教他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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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e 今天可能有點名 想說點名也是這樣 衝一下你成績 可是也算了 已經衝到107 我怎麼算你分數你知道嗎 比如說有人200分對不對 目前這個 你看88本是他自算拿下來了對不對 還105嘛 反過去算就知道他自算拿幾分 這也類似這才大概2分 那我會拿什麼當你平常成績 當然是跟自算之後的 這是怎樣 這個是這樣平均喔 所以他是用加分成績 一樣你其中考的不是有加分 有些人有破百 你幫我好像沒有 最多才大欸 連八十好像都沒有 可是你平常一定有破百的嘛 我是拿破百去給你算 除非算出來的學習總得你超標 才會再稍微扣 沒有我都是拿加分 所以你不要覺得你破百沒有幫助 所以今天可能也不變 每個分數都拉下來 可是假如你有印象 你有表現的像這個上一次沒點 你為什麼有些同學有分數 如果你看他平均才80 相靈相接 真的我對你有印象有來上課給你91嗎 但分數才會拉上去一點 剛剛不就跟你講嗎 除非變態沒有人想要當人 該給的都給了還是這樣 只有兩件事了 而且我們修行人都是怪自己自己教學師班 該找個人啦 但是命勤高明 該讓行不能站在位置 是不是無論死 我是希望大家要把我的本事學去 這不是什麼我高升的 雖然我是中文博士 所以我相信你上我的課 或者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會弄七星大法 對不對 你從那些方法去想 有些難的可能你就會破解 因為這都是經驗很難 但是有同學問這個很好 這顧是兼顧本來的意思 所以你本來就是這樣 就表示有強調用法 所以翻譯上應該說 你真是不會發現東西的長處 發現是哪個字翻出來的 你會發現才會去用它對不對 所以我是用發現翻譯用 你看可以插很多 所以叫翻譯嘛 拖離二字一 可是我們要離原意 他原來是用大 注意喔 又來死生意大理 你不要又達成死死亡是一件大事 人家是大不是大事 是死好大 才是他的原意 死好大怎麼大法 範圍大力量大 那這裡是用大什麼意思 用大 不是用大的東西喔 他後面舉例子有沒有 一個藥膏插在手上的地方 絕對不是大東西嗎 用大就是發現 什麼叫大什麼叫小 像我們說君子小人 小人什麼意思 小就比較不好對不對 相對的東西就是缺點對不對 大是不是就是長處 我們說寫四段經討 真正長好長處長 對啊 所以大就 所以用大用人家好 像現在不是講那個葫蘆 葫蘆沒什麼用 物若無所容 無所用 我講過這個無所容 也可以説成如何用 意思也一樣 你要說 當成榮像他的地方也可以 太大的 不用他的時候 不知道喝哪裡 放哪裡 放不下 所以這是說 你故在發揮事物的長處 對不對 發現他的長處去利用他 懂不懂 就是他對他要講的意思 這才是正確的 我不知道別人的翻譯怎麼樣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我們會 為什麼我感覺 你看剛剛才講 文博娜大姐 看台大 你看我們這個學校 這為什麼投影機每一次來上課 他的焦點都不一樣 奇怪 平時怎麼會去動靠他 當然我去按那個 我相信我很輕 應該沒有去打靈動靠 所以人家說死亡世界大事 課生生課本都這樣子教你 我就不能認同 講道理不是我這種 我也不是什麼你覺得 明明原文沒有大事 是大 大不等於大事 不是跟你講過對不對 像我現在要離職了 所以我是人生大事 所以你是小事嗎 你現在也許有點情緒上的活動 過兩年應該是要離職 對不對 可是對我是大事 大事不等於大 你可以不離職 可是大家都要死對不對 不管你一定不離職 只要死 對不對 這不管你是清白的 還是我錯的 都是要死 那是大 所以大不等於大 這一樣啊 它是大 不是說大東西 不是說你不成功 你看有些翻譯是不會講的 所以課本是沒有 你不會擅長利用你大東西 因為這個弧度很大 沒錯 可是它後面舉的例子 又不是大東西 是小東西 藥膏會很大嗎 很小半一小半 對不對 使它的用途大 不是東西大 那你為什麼說 你可以辦什麼大東西 不是 所以用大 其實就是發現大 就是發現場所 比如說我們用一個人才 是發現你有這個斷場才能用 對不對 對 就好像有財 用大 東西有大 就好像人有財 這樣 你會用那個財的財務 注意 你看 所以我剛才說謝謝同學 朋友 學生不上 最後我可以說一下我自己 我到底可以看 因為以前當老師不能這樣 現在可以多帶一些個人色彩 有時候說我自己 你知道說我的成就 各位 你看我就是把各位當菩薩 來度我 你我本來教書 我根本沒想到這個 對不對 表格式的講解 這樣才知道每個字沒有問過去 你才真懂 你看我們自己悶心之外 我也是上過國文課的學生 我們以前上了國文課 這樣教你 就是講個概念詩對不對 其實裡頭哪個字 像我不是問過你們匪夷所思 為什麼用那個夷 為什麼用土匪的匪 對不對 勤匪搶匪 槍戰匪 都不去問 所以國文課都為什麼差 就是交錯 你要教學生 這個字為什麼那個義 他學會那個字 像一次碰到類似的字他會去想 是不是 既然要背 大家都要背 為什麼不背字義去背距義 去背詞的意思 字才是磚頭啊 在豪華的房子 就要磚頭對一下 你看你這用大其實是這樣 發揮長處 那這是不是七星大法 你剛看到大的時候 一定會想到空間大對不對 卻沒想到大可以抽象化 我們說大人是表示你的氣度大法 不是空間大法 大人也許拿過了穿不穿大人 可是他個子很矮對不對 燕子春秋的燕子是不是也是矮個人 那是不是大人 沒怎麼大是這麼大 懂不懂 所以你看到處都是這個原理啊 你抓到這個 還會覺得那種翻譯怪嗎 你就找我們原來的 以後看到大就會帶著 只會用科學的文化 大人只想要大小空間 就是死在七星大法 有時候一點上 就提醒你不要死在一點上 對不對 發揮他最大的意義 這個葫蘆不能拿來沉水對不對 沉水他會破 難道他怎麼沉水嗎 你為什麼會想到他沉水 是不是你的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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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這一篇選字哪裡 宗旨什麼 第一篇喔 逍遙遊 講的是什麼 我連島嶼一起講 大概島嶼有一些小 講得還不錯 逍遙遊什麼東西逍遙 不是我逍遙不要上課 不用自在 宗旨可以流產兩千年 還是說你心境上不逍遙 以後你做人家父母 不要孩子交個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你不喜歡 你要這樣看你的時候 或人家的注意 你要看著自己腦袋是卡住的 這個時候你的腦袋逍不逍遙 逍不逍遙 逍遙不起來啊 你是不是有自作 就好像我現在為什麼混不下去啊 不逍遙了啊 知道哪裡不逍遙 可是有些地方 你也不是真的沒辦法逍遙 只要換地方 或差不多去 把自己刺激了也不行 可是可以轉腦袋的 不能不轉啊 腦袋是卡在那裡就不動 他講的就是觀念上 你看位子裡只講到這個葫蘆 可以拿來沉水 對不對 你沒有救葫蘆他這個特性 去發揮到他的長數嘛 要用到 發揮長數 比如說好 各位同學剛剛來過那麼多 你不愛讀書我從來沒有否定 我是說作為一個學生的本分 你有沒有進到啊 可是不愛讀書不是否定你這個人啊 不愛讀書也許你有別的裝長嘛 假如我不知道 就像一般大家都知道 不愛讀書啊 你就是壞學生 染過頭髮又壞學生 是不是又刻板印象 他的腦袋就是已經不逍遙了 是不是 他也許在這方面是不行的 別方面呢 是不是 不會必啊 你就會懂得去欣賞人家別的場景 不是事情 宋人有善為不均守之藥的事是以天秘方為是 課文資我們已經講到這了 這課一樣跟剛剛大也類似 我都 我跟你講我這個幾乎都是來教你們才有學會 我是讀到國式學會 像剛剛的大 腦袋就會想成大小的大 因為發現以前讀不懂卡就是這樣卡住 所以我現在為什麼一直強要這個 就是教你掌握這文學的原理 你就知道怎麼去讀懂它 去欣賞它 像課又來了欺騙 第一個想到客人對不對 你就知道有沒有卡住 客人聽到了 就覺得怪怪就知道絕對不是客人 客人別人都聽不到嗎 只有客人那為什麼要客人來聽到 客人意思是什麼 是不是相對於主 我們說主客意味對不對 客場打籃球 主場客場 所以其實他就相對觀念 那主什麼意思 什麼叫主就自家了對不對 你在主場打球是不是自家 他這一家天天做貧屁礦樂工 貧屁礦跟你們講過沒有 可能快要下課比較快 人家在問你 做這個試驗 把這個絲線 那個蠶絲也好 麻絲也好 要在水中跳起 所以叫貧屁礦 在天氣冷的時候常常手會裂 所以他自己發明這種不會裂手的藥 或治療裂手的藥 然後他們自家人當然知道他有這個藥對不對 這是不是沒問題 自家人是什麼 主對不對 外人是什麼 所以這裡應該翻譯什麼比較對 有一個外人 或不是他們自己的人聽到 想不懂 所以客就不是客人 你第一時間想 就像剛剛大不是想到大小很大 原理是不是很像 你要掌握這個 不要看到表面禪宗裡頭 有講的見山是山 陳勝 你山就是山 水就是水 見山不是山 是見山就是山 那總統這裡的課就是 有一個外人 不是他自己的人聽到這件事 文字 知識代名詞 什麼東西聽到了這件事 對不起我們就不下課 看可不可以拼提早下課 想上廁所就有那個 繼續休息 聽到這件事 我們上完這個才想休息 小兒應該可以 我們要上廁所就 上完裝職才休息 要上廁所要休息 請自便 有一個外人聽到了 再來瓶屁礦學一下 你們班不知道有沒有講 沒辦法不要發生 瓶屁礦三個字很韓北 三次學過這次會被唸 對不對 假如我不唸的話 你看我為什麼記起來 我是不是唸了一百遍平的不是 對我沒尬 平 自行決鬥第三招 九陽神功第三招 換部首之後 哪個字幫助你 對 啊 瓶子對花瓶 你這是你自己想來的我講 我講 自己想到那很好 我三次沒有講對不對 對啊 自己想不到就不得了 我也是想到花瓶的瓶 瓶子的瓶 瓶怎麼寫 右邊一個瓦對不對 瓦 你一定想到合併的瓶對不對 你會唸瓶 那你一查這點怎麼唸瓶 你就覺得很壞的瓶對不對 你要想到為什麼可以唸這個瓶 你看 是不是用第三招 這個是幫助你記 這個第三招是幫助你記這個字音 下一次你只要想到花瓶 就會覺得這個字好稱出對不對 善你去學 今天我教你國文你自己其他自己的主課也是要這樣 我不是講過我這個九陽成本怎麼來 我是學數學得到啟發 一樣你只要國文在你能得到什麼啟發 你自己專業對不對 就是想歸納一些方法 可能示範工會 不是去 就是填鴨是死杯一些知識 那個都害得 屁欸 我跟你講另外一般同學他也想到什麼瓶 你看花瓶跟我揚聲瓶 對啊瓶中的瓶 你看多好 我還沒想到 那可是這個上課講 考試的時候 假如你寫出這個我們沒想到的事 你說你要加幾分 我為什麼會給你那種泡泡分就是這樣 你真的自己會去用的嗎 這表示你真的學到 對不對 也許考試的時候有人就想到另外一個瓶子 還是常用的 當然不要想到瓶子 你看我教你們到現在沒有給你耍中文專業 講一些很奇怪的事 其實都是生活常見的 常見裡頭就有個大刀 屁呢 比較簡單對不對 怎麼樣 偏屁的屁啊 或者屁育的屁 下面改的一頁 這個屁也可以念什麼 臂嘛 像復臂 復臂運動 對不對 那個皇帝被推翻了想要復位 要復臂 有同學想要害屁的屁也一樣 這是用第三招幫助你記憶字音 可是字憶又不是囉 因為這不是屁育的屁 它不是通假字嗎 那怎麼辦呢 就只是幫助記憶字音而已 就是從裡面 屁屁是什麼意思 像這種你要注意一點 你看屁屁它是不是雙生字 它是構成一個詞 那通常古文你現在也知道 常常都會帶字詞對不對 會湊成一個像葡萄 我問你圖是什麼意思 它不能拆開的 因為那時候可能就翻譯外國文 就像戶希 柯林頓 歐巴馬 可不可以拆著Pole 不行嗎 它連在一起懂嗎 它只是一個異音字 那一樣屁屁它可能一個撞聲詞 它就形容在水裡頭洗那個絲線屁屁啪啪 就是屁屁啪啪 所以是這樣 你看屁屁啪啪是不是也是啪發音的 屁屁 屁屁 它就形容在水裡頭好像洗那個絲線 那礦你看是不是又有角絲堪 密絲堪 是不是 這跟絲線也一樣 你看我們的繩子絲線的絲 是不是都有密絲堪 所以是用字型節奏幫助你去理解 或背這個字義 這時候是背字義不是背字義 那這個字念礦就比較沒辦法了 可能就要死背了 可是至少你用的方法怎麼樣 你看 它可以多寄一張分心 還可以 每次都要問你一次再給它取消 沒問題這要講 這叫要念礦 這個礦就是可能是絲線的意思 這樣寄就好寄啊 至少 只要死背這個字念礦 那礦它是通那個字 自動更新 可是學校那個 電腦它更新完了 它又會有點還原 這樣慘了 就沒有電腦 就會這樣一次從一台進 來用課本 你看這裡 我們剛剛講到客 聽到這件事 起滿他們黃海基 我們剛剛是跟你講三四個人 你講到屏蔽礦可以幫助你寄 背貪的字義嗎 又這樣子 那礦可以通這個礦 右邊寫廣東 廣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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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還是小師 這個字形也叫換生母 生服有沒有 它用不同的生物來表 就這兩個字是通的 那這個礦你就可以用礦物的礦去幫忙背了對不對 對啊 就這個字念礦 那有時候我可以想說這個字念礦對不對 加光是不是念礦 在哪裡去晃晃 那礦跟礦 然後你哥哥喝自己 這樣去幫助你背自音 還有 你如果對國文還有興趣 我以後有能力 鮮詳 一樣可以來討論 到時候當然就不是死生的關係 就幫我當個朋友也可以 我歡迎 我以後也會繼續錄實境秀 這也許是我一生的資歷 對不對 也許你現在不喜歡學 以後知道 書到用紙幫忙找再來 人家說浪子回頭進去換你 永遠不閒死 我不一定要拿這份訓練來 教得那麼良心難安睡不著覺啊 對不對 我應該去做個表情 你啊 我們繼續討論國文 你 看多快樂 我往生西方結合世界也來 好吧 喔 整天這一次 心裡的良心難安 喔 我也沒有什麼家事的一歲 因為 有些可能是為了 要養家沒辦法 你看我爸爸媽媽也都不在 我有時候都在想 你看我也沒有謀殺我爸爸媽媽 我講這個你看很誇張的話 可是你看這個 你有時候 可是你看我爸爸媽媽 那時候我讀博士也是 我媽媽也是 他就比較現實了嘛 那我不是比較浪漫就不現實 我也是很現實 你看我改成資算就非常現實 你就不夠現實 把資算寫成那樣 對你以後求職求學都能幫助 可是你看假如我現在 我媽媽還在的話 哇那 我可以說不教育不教話 可能要先說服她 我接下來一段的分數 可是我現在自己一個人 其實現在女朋友有分手 女朋友有什麼那個 哇要做什麼 所以我昨天晚上睡不著覺 怎麼樣呢 半夜在那打坐 自己打坐 不是什麼修行關係 可是我突然發現好輕鬆 因為我以後可能只要忽略到自己好就好了 就像我今天做老師做好一個本分 做好就沒事了 可是老師這個職業很特殊 他有責任性的 也不是你做好就沒事了 你看又來了 你看我們跟克文芝 就買齊幫買金 請 請就是跟他們請 請他們 請求向他們 購買他們的藥方 重點是騎著代名詞 他們 藥方 配方 什麼方 是不是都是單字去講到複詞 對不對 單字去講到複詞 那這裡因為上下文講到那個 手不會裂的那個藥 所以怎麼樣 合成那個藥的那個 組成的成分 然後這裡要不要加用 其實也可以 那你來你看喔 翻成白話要怎麼樣 是不是要倒序重組比較好 請用一百斤的價格 跟他們買他們的配方 做得比較順 那你如果照原來的話 請向他們購買他們的配方 用一百斤是比較壞壞的 對 像你們寫那個字在裡 是有些招句就是不對 聽起來 嗯 壞壞的 就不要用 要換句話說 另外一種表達是兩個二筆 就要用哪一個條 有壞壞的句子就不能用 這裡一樣怪怪的 直接倒序一下 就很順 只有一百斤的價錢 給他們買他們 可以買 然後 他們就聚足而謀約 他們家族 沒有休息你可以吃東西 然後怕你餓著 那你餓你就吃吧 不要吃太久 他們就聚 因為他們是一家族的人嘛 聚足然後就 而後聚 聚是動詞 謀話也是動詞 兩個動詞都會有一個連結 而後 就可以翻成救對不對 救去 你看謀又來了 你第一個看到謀字一定想要除謀不回對不對 再回去翻譯怪怪的 其實就是商量對不對 用商量放出商口 可是你看懂那個字意 至少你知道他要表達什麼 只是用塗膜 來畫這樣表達是不是很奇怪 可是你也知道他塗膜一定要傷腦筋動腦筋 你才知道用商量 或大家一起合議 聚合在一起討論 有沒有議論 可以 請這個討論商量 就說了 說就是約字 一個字都不要放過 你期末考一樣要講解 光學的答案 答對了只有幾個分數 我們這裡我一定是複數對不對 不會只有單數一個人 我們家屬對不對 我們世家 因為他世世代代說做瓶屁況這件事 你看他前面構詞是以這件為事 他現在是換句話說 為瓶屁況這件事 其實講的是同一件事 不同的表達方式 不同的句子 這就叫換句話說 同一句話可以用不同兩種句子來表達 我世世代代做瓶屁況這件事 那假如瓶段很不懂 你看上下回你可以發現 這邊還是一個單位 這件事會幫助你什麼 斷句對不對 九陽神功第一招為什麼要斷句 我斷錯了 你斷到這裡 你一把狀態也知道什麼意思 至少知道這三個字一組 不知道世世代代在做什麼東西 那這個道理是做什麼 這當然就是十全大活 就有富士專業名詞 這個才要背 不是什麼都用背的 不得已你才背 愛背就這個時候背 你一光就是洗絲線那種 洗鼻 去洗鼻絲線的一種行業 你看祖師應該 因為你絲線蠶屍抽出來 像蠶屍好像抽絲過繭的時候 也要是要用溫水還熱水燙開對不對 燙開你是不是要去抽他 也是在水中工作 你看他那個水部的字對不對 然後又濕部 不夠術金 不夠術金 世世代代賺來的錢還不夠 不夠跟白話文一樣 不會超過術金而已 那他今天竟然是用百金來跟我滿意吧 可以嗎 經一招現在喔 不是今天啊 所以今天是現在的一招 現在一招 我們白話比較常用的是一系對不對 一系致富 所以也可以講的一招一致富 一招一系一樣的 一系之間短時間而後 也可以翻成舊對不對 舊能夠賣我們技術 就是技術前面的方 對不對 所以以前有一個歷史裡頭 他會有一個叫方計算 構成一個詞 表示跟技術方法有關 一樣啊 點滑鼠左鍵 按住Ctrl點滑鼠左鍵 跳到說明的地方 然後回去課文Auto鍵 按左鍵又回來了 忘記你可以再來問我 我之前都講錯了 現在一系之間就可以 你看又來了 賣掉這個技術可以賺到百金 可以賺到當然原我沒有 所以是翻這個翻譯 翻譯的時候 講的比較像白話的表達方式 添幾個字講 不會改變他原文文義的 就是一招可以把我們技術賣掉 才賺到一百金這樣 勤給他吧 對不對 那勤給他 白話人不會這樣用 賣給他要用勤 這是文言文的語法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翻成了 舊賣給他 舊賣給他 那你們以前學 可能就學成舊賣給他 那哪個字是舊 原文是勤不是舊 是因為白話我沒這樣講的 才翻成舊賣給他 不是請是舊的意思 所以這才叫真懂 不要去學人家翻出來的 也不知道人家舊是怎麼翻出來的 因為白話人不會說請賣給他 還賣給他 還要用請 對不對 請人 舊賣給他才比較順 然後文言文他就會用請 請給他 或者你可以這個請讀成什麼 他們一族人在那聚會 對不對 在他商量 那可能有備份比較低的 就給那個長老見言 請 請您答應吧 那就給他 對不對 請可能有這個意思 不是對象是那個長老 不是那個蠻族 賣給人家東西 不需要還用請字 然後 就賣給他了 結果客得知 這個外的得到了 什麼東西 你看知同樣是知 前面是客文知證 客得知對不對 倒數第三行 兩個知都是什麼詞性 代名詞 你要學的是四個 可是怎樣前面是什麼 知是代什麼 現在是代要找出他的主人 他代表誰 這件事對不對 聽到這件事 他們家有這個不均守之藥 後面這個客得知是什麼 不是這件事是什麼 得到這個配方 不是這個藥喔 得到藥沒有用對不對 你還要跟他買 是真的 來了 以說 武王也講過恩便了 以什麼意思 叫你們死廢 等等 兩個基本意思 回屈來西 一問三不答 一問三不知 你知道我為什麼那麼愛問嗎 就是那時候做學生的時候 人都是這樣嗎 你現在做孩子的時候覺得父母怎麼樣 等到你做父母之後希望可以怎麼樣 就是 到時候你的孩子也未必領錢 就像我現在做的 老師 像我當時做學生的那樣想 學生也未必領錢 如果我碰到一個老師那麼愛問的 我也會跟他講 其實答錯人有關係嗎 我也講到別人答錯人 我口不沒有 他自己心理建設叫建設 你就是被以前洗腦了嗎 為什麼那麼不敢想 是不是 好像錯還會加分 也不是扣分 這樣 這樣 也沒辦法 唉唷 我已經是我的管 我的管 這是許秀人的管 來以受無王 或以受無王 這個以什麼意思 因為的因還是用來的用 以基本就是這兩個意思 因為的因就是所以的因 用來受無王 用什麼東西是不是省略了 你就會發現以這後面 他受此常的省略 因為他前面提過 用什麼來遊說無王 用他有這個技術對不對 有這個配方來遊說無國的國王 為什麼要遊說無王 有這個配方了不起 那你只能 只要有手上去治療嗎 這就是呼應前面講用大 他是不是發現那個咬的有用途 不是光只能用在做這個工作上 做這個職業 對不對 所以 這你當然省略了他怎麼遊說無王 原因是說怎樣 你看我們的世仇越國 是不是常常來來找我媽媽 可是我們的士兵在冬天打仗的時候 是不是手常常會裂掉 他們也會裂大 大家都是人 可是無王你可知道 我現在有一個方法 醫治我們的上兵 這樣是戰鬥力就提升了 你看他省略了多少對不對 那這些你從上下完可以退嗎 那你就知道他是拿什麼來遊說無王 你知道古人作文怎樣 能省就省 還不會講 一樣你自己作文 讀者從上下完知道理所當然的 當然就省略了 當然就省略了 再這樣就頓多說了 我們就看課本 然後呢 越有難就是越國來侵犯無國拉 不是他有災難去幫助他 他們兩個是世仇 我可能幫助嘛 然後無王死之將 之又出現了各位同學 這裡的之什麼意思 你遇見 還是戴名詞嗎 戴什麼 大聲 這麼害羞 臉都紅 我忽然想你 對啊 我盡量open 可是以後也沒機會了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老師給你一個機會 你看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戴名詞重要是戴什麼 戴藥 戴藥去江 江什麼意思呢 吾王戴藥 死是派死吧 我們說派死人家做外國的大死 死他幹什麼 對不對 這裡應該使他去怎樣 戴兵 江就是將軍的江 我時間問題知道是這樣對不對 這樣才對嘛 你看你剛剛的答案講不通 所以答案對錯問題上下文講得通就不對 不是因為我知道 就知是他是誰那個客對不對 拿到這個技術的 死就派遣他 死他 去帶兵 你看我們說江軍是不是就帶兵 軍是軍隊嘛 江就是帶 然後呢 冬天的時候 看月人 看就是雨 水戰 是不是跟水有關 跟平屁有關 平屁兩個字都水部對不對 在水中在做事啊 可是現在是打仗 不是在洗濕線對不對 可是你看那個人 那個外人這個客 就是看到人家在用洗濕線 就可以想到 欸這可以用在戰爭那種武藏 對不對 他不會覺得這個藥 只能拿來治療這個手傷 繼續洗濕線 對不對 這就是莊子這裡要探討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物 一件東西他自己的價值 對不對 也許是之前有忽略的 然後大敗月人當然嘛 剛剛跟你講過對不對 他們的軍隊雖然時候也會練 可是有這個藥有差 是不是就會敗了 戰鬥力比較強 然後列帝而封之是什麼意思 就是分封諸侯的意思 列帝 列分列單字講對不對 列帝就是分地 吳王就分割一塊地 怎麼樣 而後分封給他 這個他是哪個字 還是姿嘛 所以又是代名詞 要學姿是代名詞 對不對 這樣下一次 你就看到姿 這個姿是不是代名詞 代哪個詞 你這樣下一篇文言文 不用教你 大概也可以自己看懂幾分 這才是程度提升 就去分封他 能不均守一 就是一樣是能夠不會讓手均烈的 對不對 所以一樣我是不是把一 道序重組到前面去翻譯對不對 先這樣子 可是古文文法你看 能不均守一頁 你直接翻譯是這樣 能夠不讓手均烈是一樣的 好像也可以嘛對不對 只要可以當然就不一定要道序 道的更順當然道序比較好 能夠不讓手均烈是一樣的 然後呢 或以風 有的注意啊 溫固之心 這裡學禍 南庭局勢是不是也有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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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頁 剛好翻課本有這個好處 可以跟你們交 抹起一下 道序第二行是貨取諸懷抱物原事之之內 或因際所說就是有的有的嘛 所以你要學是學字義 那你學會或是有的 這裡的有的 或是不是就看得到 或以風 有的 是用 或者因為這個藥 得到風賞 對不對 那得到一定是天字環原 我們有得到 得到風賞 那你也可以翻譯成被動是 但是有的因為藥 或者用這個藥方 被風為諸侯了對不對 所以分為一個小國 國王 所以分風到一塊土地了 所以這時候被動是從上下 因為不可能他自己封自己嘛 有一般同學就這樣問 所以中文有時候被動是上下文判斷 你要翻譯成被風也可以 或得到風賞都可以 得到風賞那時候風是臨時 得到才在動詞嘛 然後被風賞那時候風是動詞 被動詞 答案不是一個 可意思是一樣 對啊 讀懂他有了 那這也就是因為或者用都可以 對不對 那時候兩個意思都可以 這叫表格原理嘛 但是很不一樣的意思 其實是有關 或不免於屏僻礦 不免於跟白化文是不是一樣 不免做什麼 對不對 不免於屏僻礦這個職業 你看世世代代是不是做這個職業 不知道可以用在戰爭用途上 他不知道他的藥這麼有用 有這個用途 那則所用 那麼推論一個結論就是怎樣 則所用之意 你看所意的所要出現 什麼意思 怎麼讀 老去以來讀啊 所用就是用的 用的什麼 所是代名詞的什麼 用的頭腦 用的方法 用的方向 用的人 是不是都可以 代名詞 觀念代什麼 代為上下文通 用的人不同 是不是就是義 這個字也是得的意思 用的人的不同 就是這句話的意思 或者用的頭腦的不同 或者用的目的的不同 這個都可以 這樣你才真會讀所用之意 你就發現這個所用 所愛 所愛就是愛的 所用有用的 現在寧有 這個寧就是子 尊稱他 有五蛋之戶 可以容下五蛋 那麼大容量的這個戶 葫蘆啊 那為何不考慮 用他來作為 來哪個字是用 又是以對不對 剛剛才叫你複習 以有用或是因為的意思 何不考慮 你看看術士是怎麼說 我不採用術士了 這在我實境秀有討論過了 所以我說我問心無愧 這無愧在這裡 我沒跟你只是講我自己 都不去參考別人的答案 可是我在實境秀有討論 那答案是很專業的答案 不需要專業的 你讀成考慮哪裡錯 為什麼不能讀 你看何不考慮 用他來作為一個大尊 而去怎麼樣 在江湖上漂浮 在是哪個字 是乎字 所以在乎在乎 那我剛剛先翻在 是因為乎或在 在或於這個可以倒去什麼對不對 會於跪姬山陰的藍庭 呼吸一下 一五一一七頁對不對 一行後面 是不是有余字 余就類似這裡的呼啊 那這個余是 柯文人余是剛勾余 余話比較少 會於跪姬山陰的藍庭 就是在 就是於跪姬山陰聚會 你可以先翻以後 我們就這裡一樣 回來課文 這十九月對不對 二十月 對不對 浮呼江湖 就是浮江湖浮 就是在江湖上面浮 浮起來 飄浮 因為他是不是 可以容納五彈 而五彈你為什麼 一定要去裝水 所以他會破掉 裝空氣不會破 對不對 裝空氣裡頭 中空是不是就會浮起來 浮起來 也許他本身沒有用 可是假如你有一個竹筏 外面綁了這些東西 這個竹筏是不是漂浮力更強 可以載的東西是不是更多 對啊 你直接拿他來載東西 可能他會破 可是藉由這樣很綁 讓他作為一個漂浮力的話 可能可以用 東西就看你怎麼用 這叫用大 不是說一定只有一種方法 你就是腦袋不會轉 所以怎麼樣 所以這句話是 為何不考慮用他 用自己啊 他是省略的 剛才學對不對 用後面的壽司長省略 用他這裡 他是誰 這五彈之戶 做為 就是這個為字 對不對 用他來做大尊 大尊來啊 所以你應該是學過 一尊孩的類相約 什麼意思 真是什麼 有沒有學過一尊孩的類相約 沒有啊 沒有就沒有啦 沒有啊 沒有沒關係 那就當智慧能力 有沒有 那個大江東去上浩境 千古風流人為 這句聽過 有沒有聽過 對 最後一句啊 人生如夢 一生還淚江月 同一首詩 我後面比較陌生 那尊就是酒杯嘛 酒杯丟在水上是浮起來還是沉下去 對嘛 那大尊就是想說很大的 你就把它當成很大的酒杯這樣 當然不是拿來喝酒 是拿來當成一種飄浮的東西嘛 因為上下文不是拿來喝酒 所以才會這樣翻譯嘛 懂不懂 可是它的致意就是大酒杯 或大的一個容器都可以 因為不要 因為來科學語言是酒杯啊 你不要死在一點上 酒杯是不是也是一個氣力 對嘛 有一種大容器 這種容器可以融容器 而且可以有浮力的 對不對 為什麼不好 小力把它用到成大 一種大容器可以漂浮在江湖上 江湖不是 那個武林的江湖 就是江湖 就水面上 懂不懂 江水湖湖一面 反而 擔憂它 對不對 它是哪個字 齊對不對 在名詞 它就是這個湖樓 忽若無所隆 前面出現哪 就是大到沒有容納它的地方 忽若就是修飾無所隆 不若和無所隆是同義詞 講兩遍 強調它非常大而無用 大到沒有用 那麼 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怎樣 你啊 福子或是福子 OK 在前面講過 你如果斷去斷開的話 就福子 福是八語子 子就是前面那個子 金子有五 但也是五上雅 對不對 所以這個福子是八語子 子還是生生理 那假如你讀稱福子 這就是斷開 應該就是一個詞彙不能亂開 福子就是稱老師 這裡尊稱他 對不對 那麼你有有 有有就還有 有藍瓶機器也學過 又回去複習一下 你看 我還是帶著好了 一一八月第三行 對不對 第三行第五個字 油不能負乙之心懷 原來 原來 像之首先原來喜歡的東西 在沒有多久的時間之間 就成為了過去 對不對 然後呢 還不能不因為這個變化 心裡的變化 情感變化 而興起你的感慨 對不對 這個有也是孩的意思 跟這個有 你還有對不對 回來二十頁 那麼啊 慧子啊 別忘了福子 您是死誰 課文的第一 第二個字 十九月最前面 慧子 慧先生你還有 彭之心 我是這樣讀啊 斷句斷在有後面 所以是彭之心 什麼叫彭之心 彭之心就是彭心 彭的心 彭形容心 彭形容東西 你常用的是什麼 三字講腹子 彭什麼功面 彭頭功面 有沒有聽過 那形容你的頭和面 好不好 很髒亂對不對 對啊 那當然是形容外表 七星大法又來 外表是整理成面 那這裡是形容他的腦袋好不好 會不會動頭腦 你看那個客人 那一個視視為屏屁礦 以為這個藥只能當 讓這個腦袋不好對不對 不知道這個藥還有大用的 對啊 腦袋不會轉 這就叫彭之心 意思就是爛頭腦 不是金頭腦 你看課本怎麼注視 這就叫呆注視了 懂不懂 你不能說他錯 我沒說他錯 就叫呆 短不暢 彭者短不暢 玉子心靈毛色不通 我跟你講 我實際就有 他這個都是超古人的事情 看起來都有點泡口 有點溫暗 什麼叫短不暢 我也不知道 這邊上一頁又短又不暢達 不暢達容易短 不暢達不通暢的話 會不會轉頭腦 頭腦是不是就死了 就是我們剛剛講 腦袋不靈光 你掌握這個意思就是短不暢 那彭的話 為什麼我們說彭頭垢面 彭要回到 你看他是草字喉 有些草被風吹起來就亂飛亂飄對不對 所以人生如飄紅啊 是不是 紅也有這個意思 對 那就是怎樣 這種東西可能容易塞住東西 他是飄去之類的 那可能就會堵塞一些東西 他為什麼後面有起到毛色不通 塞也是從這裡來的 有沒有 可是不管是毛色不通或者不暢達 因為不暢達就是被塞住的 就表示他頭腦好不好 不好 那你需要讀到這種注釋才看得懂原文嗎 就像我剛剛帶你們讀的沒有先看注釋 洪之心你去想洪你怎麼用一個字 洪頭就表示這個頭很髒亂 可是我們通常是講外表對不對 那現在不講外表 講內心講頭腦精神層面 還是可以啊 不能說不能拿來形容 表示會拿來形容 他表示是否定啊 表示他很糟 有沒有 就表示他的心智頭腦很糟 然後野福都是魚尾數字啊 沒有意思 那我們看一下導讀一個重點就好了 剛剛有提到一點 課文這裡喔 你看喔 那十七頁 有用無用 有沒有他用引號 到處第四行 再來翻過來 十八頁第二行 我們來第四行 第一段最後 用小用大 我覺得他這裡還是考在我們剛剛講的大小觀念 我已經跟你講這個不是光大小 是講用途還沒有用途對不對 對啊 所以不要 你看他這怎麼說最後一句 凡事用得其所 既能用小也能用大 其實我覺得課本這裡寫的是模擬兩可 可是一般讀應該會講 既能用小的東西也能用大的東西嘛 好像是這樣不是 因為課文這裡沒有講過 他也可以說既能發揮一個事情的小處 小用途 也可以發揮他的一大用處 是不是也可以 怎麼用都可以 你要作為瓶屁礦 來治療手傷也可以 要打仗 幫士兵治療也可以 是不是 要用大又小 當然打仗的士兵 做一個瓶屁礦的事業比較大 這是事業的大小 對啊 可是其實用途 懂不懂 所以不是大東西小東西 所以不要被那個大小框住了 注意他這裡的大是什麼意思 那你看接下來這個 課本寫得還不錯 他是說怎樣 這一段 莊子在此點出用的議題 何謂有用何謂無用 在惠屍來看那個護 葫蘆好像大到我們大而無用 護若無所容對不對 可是莊子就笑他你是彭之心嘛 你腦袋不會走 這裡不能用你為什麼不會欠人搶別人 你會覺得他只能拿來裝水 是不是因為你腦袋卡住了對不對 你是用人的觀點 我會是現在要用那種護路 護路就是要做這個用 你已經有自己的人的見解了對不對 自己的呈見在胸 所以他說什麼 要這樣 莊子站在萬物本身的立場 不是站在人的立場 超越人的實用價值 去判斷一個東西該不會用 對不對 而且看到萬物皆有其用 有他的用途 你不能說這個沒用 就像我們常常說要把那個 藍尾割掉 茫長岩 茫長割掉 可醫學上以為沒用途了 也許哪一天發現他有用途 誰知道 像有一個成語 莊子裡頭有很多成語 很有名 那個叫什麼 成語落雁有沒有聽過 你有聽過 這也出自莊子 他原來不是其中女孩子很美 他是說像西施這種角色美女 你來到了池塘邊 我看你那個比喻會不會說 你好美喔 都來看 都來給你拍照 一定都給我拍的對不對 因為他看到有人來了 你對他來講也是一個白露 你就是覺得你就是一個怪物 可是在人的立場來 哇 美女顏值很高 因為我們都戴著一副人的眼睛 用人的價值去衡量別人 你想不到有別的價值存在 你知道嗎 這就是跟你講不要死在一點上 有時候以為大家說 很像我們現在 這樣一個流行的苗條的身材 你看唐朝好像幫你 唐朝那時候楊貴飛要肥一點 胖一點 現在胖一點了被人家說的恐龍 人的價值不要說不同的世界 那個成語落雁為什麼魚會跑掉 鳥會飛走 這個叫成語落雁嗎 都嚇跑 他不覺得你漂亮 對不對 那你覺得自己很帥或怎麼樣 那也是人的觀點而已 要回到萬物本身的價值不換算 接下來我們看那個書信 我還有幾分鐘 好 休息個五分鐘嘛 對不對 看可不可以提早五分鐘下課 Eles 我有八分鐘 まあ我怕十分鐘 我有等一下再iten 十分鐘就 почти幾分 剩六分鐘 客人��一加快д 聘客 Café